哈囉 大家好 葉一 我 今天來到這個 非常熟悉的場地 我們在這個場地 混了一堆影片 全機機 阿柱吧 雷聲槌 對 雷聲槌 對對對 之後要幹嘛 我們要找台灣的賽車手 沒錯 沒錯 欸 你怎麼跟我想的樣子 我一定會尬贏他的 我也曾經是一個 其實D-Out的八九 喔 你是喔 沒有啦 你... 等一下 你有自信耶 沒有沒有沒有 你把我曾經拿掉 沒有沒有 不是不是不是 沒有 所以我們今天要請的是賽車手 沒有 我們今天要比的是 籃球機 一整排籃球機 這個是有在辦比賽的喔 真的喔 我做我最多人都不知道 今天請到了台灣的籃球機冠軍 很強 2600萬裡面的第一名 全台灣的籃球機 台灣的冠軍 在籃球機的世界 我就是王者 歡迎籃球之神阿翔 歡迎籃球之神阿翔 我看一下籃球機長在哪裡 籃球機 沒有 你有在練身體 他那麼粗 你確定咧 就是他很粗 所以我才問這個問題啊 偶爾會去健身房 偶爾 我的那間健身房有籃球機可以丟 喔 台灣第一名很厲害耶 幾個選手 每一次都是會 從全台灣選出50位的精英 然後從那50位 從兩兩PK淘汰賽制 一直淘汰到最後 然後打三個人 三強決賽 你們是天下第五道大會這樣子 一路打上去的 然後你拿下冠軍 對 我在2018年創下的全國紀錄是 787分 那他總分是幾分 我們有在比賽的都是至少 700是低標 有三輪 一輪是60秒 總共是180秒 我們一些問題等到我們比完賽 再來跟冠軍請教一下 好 那我們就先來PK一下 好 我跟波波先 然後我們再讓冠軍秀一下 看一下什麼叫做 三回拿750分以上 好 我完全沒有概念 我也沒有概念 第一關要超過50分才會有第二關 喔對 所以你不一定能投到 第二關 對 第二關要到150才會有第三關 那我也可能第一關就死了對不對 既然他已經是台灣冠軍了 我們一個人絕對贏不了他嘛 沒錯 我們兩個人成績加起來 好 可以 沒有信心 不是他剛才完全都沒有經過思考 就回答了 他覺得他穩贏 那我們就比賽開始 我們第一棒波波 好 然後第二棒蓋伊 我們一起幹掉台灣冠軍 沒問題 來加油 雜摳加油 波波 穩的穩的 穩一個穩一個 他是不是沒有50分沒有下一關 他是不是沒有50分沒有下一關 現在還差兩顆球喔 兩顆 等一下 要50分才有run 2 我大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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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第一次投 我真的第一次投 來囉 我覺得你要50也不容易喔 我覺得你要50也不容易喔 他這個就是以速度去換那個對不對 對 他這個 冠進球率 這樣子是屬於左右開封的球球方式 一般玩家蠻常使用的方法 這樣子應該是會比分數比較好 對 如果以雙手來講 練起來的話 分數一定會比單手高的 但是我們全國性的比賽來講 我們的球數有限制 對 我們的用球也會把氣灌到大概八九分堡 所以變成說 我們打職業的選手 都是用單手的方式去打 哦 那他限制都會限制在哪裡 嗯 限制就跟這個機台 使用的球數一樣 就是五顆球而已 哦 九十五耶 像我們這種 搓仔就是要用兩隻手會比較好 就是用球數去換 對 進球率 對 開始搓囉 他怎麼在動啊 他怎麼在動啊 第二關是這樣 啊第三關咧 其實這種機台 不要第二關跟第三關 單框都會快速的移動 哦 正常來講 第二關是慢速 第三關是快速 但是這邊的機台 兩二跟三都是快速 都一樣了 對 代表這個速度算快的 這個已經是算最快的速度了 哦 哦 看起來有機會突破兩百哦 像加一般 有機會突破兩百 有機會突破兩百 對這樣我的壓力就會來了 然後你是七百 大概七八百這邊 這這樣子頭 七八百 單手丟的話 這樣子丟七八百 他現在還快兩百而已 所以你是他的三百 你會被擠掉哦 這個的話其實就是 流暢度要打起來 哦 然後再來就是 姿勢要固定 嗯 像蓋玉之前 有在訓練過保齡球 我就知道說 你這個投籃機 如果要投到幾次的話 其實也算是一項非常精密的運動 嗯 連你的呼吸都要掌控好 哦 哦 我的快的話就已經不是 把球投進這麼簡單了 還要 講究你的進球點 嗯 他已經快三百了 對啊 這個加分加上去 肯定會有大概接近三百 四十分的分數 快三百四 他很準 這樣子看他就知道大概幾分 三百四 他說比賽的低標都七百幾秒 比賽是沒有加分的 沒有加分的七百 對 以這個概念他的球是這樣 蹲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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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 可是我當以前是蹲蹲蹲蹲蹲 沒有 那代表你的速度還不夠快 沒有 那代表你的速度還不夠快 可是雙手很難耶 勃勃加油 欸他 他超糟耶 他跑被忍者啊 單手的方式改成雙手投球 哦 其實也可以 嗯 看起來這一場的分數一定會比 剛剛的四十幾分還要高分 這種速度來講一定是會突破五十分的 突破 可以啦 可以啦 穩著穩著 哦 他分數突破五十分了 有囉 看到五十一分 欸 快點 三分球了 三分球 欸 穩著穩著 穩著 穩著 高五十分了 能夠五十分了 摩 馬屈 能夠五十分 但是 就它真的和 eso 錄得很難 我總會講求球的進球點 要讓 要進得非常乾淨 球才會下來比較快 喔 如果你是有銷到欄空在進球 其實很容易兩三顆一起下來 我有一個經驗 但我比全國賽的時候 有一年最後的兩秒鐘 我投進去 結果就像你剛剛講的狀況 球在籃球上面彈 結果最後兩顆都彈掉了 結果最後我只輸一顆球 哇 欸沒啦 我150是不是會有 我差我沒有到150 他這個是加分之前要破 加分之前要破 我剛才140幾 對沒有了 我剛才有跟他討論過 就是用速度去換進球率 你以量取針對不對 對對對 我以為你現在在年紀是 重數不重這樣 撥一隊 537 537 接著就看冠軍隊的表現了 咦 冠軍自己還要戴起來了喔 丟臉了 不是 我們用武器就好了 是x3 來x3 用武器 來我們來看一下 什麼叫做 有量又有質的感覺 而且他是單手投機的 欸他尻球了 這手術 好扯喔 這手術 好扯喔 超扯的欸 這手術 欸好扯喔 哇 你有沒有發現一些事情 嗯 他其實沒有投出去的動作 對 他是 他是把球抓起來就 就這樣彈 就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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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抓握的力量 對x3 抓到球就這樣放 而且他是用跑的 對他這樣放 我們是每一時候抓起來都這樣丟 而且我感覺他有在看 看球掉下來 就是螢光還在看球 對x3 他還有20秒 他已經150級了耶 而且你看他的手 球都不會讓他掉到 大部分都不會掉到 感覺這樣 他到現在沒有漏一球耶 對 他到現在沒有漏一球耶 這個好 而且這個就是 他第二回合都不要比 職業等級 他成績就贏我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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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個 就一直重複 就是一直重複 一直重複一直重複 好像他就進走 對啊 不是太扯就好 就是頭髮路下啦 而且他的動作就是一模一樣 哇 539分 我覺得他又破他自己的紀錄了 98% 我覺得那個 藍框洞對他來講沒什麼差 因為他好像頭在同一點點差不多的位置 好色喔 你有看到他失誤嗎 沒有 我現在還沒看到他失誤過 一球都沒有 過八把 快幾千分耶 真的有過八把耶 過八把耶 哇 太扯了 他其實很累耶 這是不是你這一身最好的成績啊 是嗎 我剛沒有看到你失誤耶 還投得不夠好 進球點沒有打得特別準 我發現你在投球的時候 不像我們會抓起來耶 真的籃球的方式這樣投出去 你感覺是拋耶 你感覺是抓到球場直接這樣拋耶 你丟球的時候是弄手指的指尖 直接輕輕點一下 然後就馬上要準備下一個動作 下一個 然後抓 抓 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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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動作都一樣 有直有量 有多穩 對 你看冠軍實力拿出來 我們也全力丟了嘛 這是贏不了啊 對 我們是不是得限制他一下 這樣我們還在對等的 對對對 我們有準備一個倒數 真的啊 剛好在車上 我現在去車上拿 你們在這裡等我一下 好 有 再回到現場前呢 先跟大家說一件大事情 My Protein 雙十一 全年最大優惠活動開跑啦 這次雙十一新品有 鴨鴨奶茶 蜂蜜牛奶 兩種口味乳清 美餐 有蛋白質薯片 陪你過過癮 My Protein 雙十一優惠全年最大 結帳輸入蓋於我的折扣碼 MYPGUY 全站打四折 還有多重毫力 直到十一月十一號的五夜十二點 有需要補貌的健有 一定要把握這一波 你覺得他用怎麼搞你 他會不會把我的手綁起來 欸 你用這個東西是要幹嘛 投球 穩定度很重要 所以我們要剝奪他最重要的東西 穩定 穩定 我們讓他下肢不穩 上肢無力 好 先試看看 對這 跟上滑板一樣 然後轉到他 這樣還可以啊 這樣還可以 欸他很有自信耶 真的假的 高度整個落差不一樣耶 而且他高度也不一樣 而且還有什麼 我們除了剝奪他的平衡感 還要剝奪 剝奪他的聽覺耶 我們要在他旁邊自己 好 來那我們就請冠軍 先站上我們的爆速 537分嘛 537分嘛 537 對不對 你至少有一個目標 要把700分好不好 這個要試看看囉 我已經沒有平衡感了 你看我腳一直在抖耶 真的 聊得越久 他越來越遠 對… 可以啊 可以開始了 欸你今天中午吃了嗎 還沒吃飯 中午還沒… 你中午還沒吃飯 那你昨天打了幾次 所以你一天吃… 你昨天沒有打球 我不是問你打球 他不是問你球 他不是問你球 你一天吃幾餐 一天喔 兩餐喔 一天吃兩餐 都幾點跟幾點啊 我可能要… 早上七點跟半夜 早上七點啊 這樣不健康吧 因為要吃高蛋白啊 你一天只吃兩餐喔 你一天… 蛋白質射取幾克… 克數 克數我大概七八十 七八十 喔你竟然… 油量那麼高 七八十可能… 可能還不太夠 可以… 有夠啦… 那你住哪裡 我住… 台中… 欸台中人欸 南區 南區啊還是南村 南…南區 喔南區 偏市區耶 那邊比較好玩的景點 有什麼 南區喔我想一下 南區… 文心森林公園嗎 文心森林公園 欸他跌倒了 這個是第一輪嗎 應該是第一輪 這是第一輪 我已經盡力了 伯伯我盡力了 換你了… 換你了… 沒有…我腳剛才不小心放到了 你還聽人不講武的 欸不行啦 還有什麼 最…最喜歡的好萊塢女性 好萊塢女性喔 還是給伊娜球力 喔為什麼 因為我只聽過她的名字 我最喜歡的台灣女藝人 台灣女藝人喔 林志玲 志玲 為什麼… 因為我一直聽過她的名字 你現在對時事都沒有在掌控 好欸 我現在無法思考 太累了 最喜歡的YouTuber 最喜歡的YouTuber 建人蓋伊啊 耶 因為他也只聽過我 沒有建人建家 我從蓋伊2萬訂閱的時候 就在看人 喔是喔… 2萬那個時候是不是還沒有播播 還沒有 那時候還沒有播播 然後一路追到海豪突擊隊那個時候 喔 喔 463 他已經要贏了耶 他已經贏了吧 我知道了 我還幫你一起投好了 我還幫你一起投 馬上斷節奏耶 我幫你… 我幫你… 節奏… 節奏不見… 幫他… 幫他… 我幫你投進去了 他可以跟我們搶球啦 等等… 幫你… 我幫你投進去了 我幫你投啊 我幫你投啊 快點… 我幫你投 我幫你投 你要幫他把球拿一顆過 快… 少一顆… 快點啦 波波幫他投 我還幫你投進去耶 我… 過眼鏡啦 我… 我… 我還幫你投進去耶 你投了吧 不錯啦… 我幫你投進去不錯耶 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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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不是 我那個彈出來 他就少一顆耶 那個彈出來 好累喔 他好強喔 你腳會不會痠啊 會啊 我投這個投這麼久 其實腳會比手累 因為下盤的穩定度比手… 的投球還重要 他被我們亂成這樣子 然後還有727 他有認真說 他每天的蛋白質吸收客數 欸 對 早上先喝一杯黑咖啡啊 然後去做有氧運動 有氧其實對提升專注力 有很大的幫助 因為其實… 投這個投籃機 他其實一run一分鐘吧 對 他加起來也有180秒 你這180秒 其實要很專注 對 但我剛剛其實有個問題想要問 籃球機它是哪一國發明的 它就是台灣人發明的 喔 是喔 認真 對 我剛才有問過他 他說大陸有舉辦這個比賽 可是他禁止台灣人去比賽 為什麼 因為台灣人太強 那時候疫情還很嚴重的時候 大陸有舉辦線上的比賽 玩家要拍影片 上傳到官方之後 由官方去審核你每一球進球 分數再做校正回歸的動作 然後那一年 台灣人包了前三名 喔 然後自從那一屆之後 大陸就講台灣人禁止參賽 對 其實太強了 太強了啦 那代表我們台灣打的人 還非常多 對 那怎麼樣子去練習會比較好 先找一個站得舒服的姿勢 正常來講站得直直了 然後稍微頂了就好了 至少說你的腳 再怎麼樣你的腳 都是很穩定的 離兩框又更近 對 這樣他相較進球率又會更高 這第二個點喔 先不要去管說球從哪裡下來 我們先看能不能把球固近 眼睛一直低著兩框 然後手往兩框這個地方送就好了 主要還是你的投籃高度要夠高 那這種推的力道呢 這個距離其實非常近 輕輕弄點了就好了 今天非常感謝我們的台灣投籃機冠軍阿翔 來跟我們PK分享投籃機的技巧 如果他真的對投籃機有興趣 有辦法就是找到你那種 有什麼俱樂部還是什麼 我們現在有個FB的粉專叫做 400明星家族 家族 對 那是我們目前全球唯一一個 國際性的籃球機的團隊 目前我是認證官 要進來我們球隊要有一個標準 不是那種像我們這種就可以進去就對了 會有一個門檻 就是第一關60秒 然後第二關你要等10秒才丟 60秒加50秒 110秒以內丟到400分 這個等於說是英雄的A級跑 對 我們最小的球員其實只有三年級還是四年級而已 其實我大概六七歲那時候就開始在玩這個 主要就是因為我在打擊場練棒球的時候 看到一個阿公弄雙手丟到一千多分 我才開始練這個 那個有潛力嗎 那個看起來 我一副就是練武幾才啊 好那這段影片就先到這邊 有任何朋友在影片下方留言 我是蓋伊波波 台灣冠軍 謝謝 高翔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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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